巨神貓仔 大家好,我是巨神貓仔媽媽 今年二月中,Coffee才剛離開 我們沒想過三個月都不夠 另一隻倉鼠Toby就畢業 跟Coffee去彩虹橋 Toby Toby,為何這麼突然 我們一拿起Toby 就發現她的身已經開始冷 和沒有了呼吸 坦白說她走得太突然了 我們都好像還沒接受到她走了 感覺就好像只是覺得她走了 還沒進入籠子 所以我們用了一星期去接受這件事 然後再拍片告訴大家這個消息 雖然Toby走得非常突然 但她的毛依然很漂亮很乾淨 眼睛又合起來,屁股又沒有髒 就這樣看她和她的籠子狀況 應該沒什麼掙扎過就走了 不過由於發現她的時候 她的肚子是向天 所以我們猜她有可能是突然之間中風 或者心臟病發抽搐 所以走得這麼突然 在4月中的時候 我們出過一個post 張相片是當時抱起Toby在花園拍的 有眼淚的網友發現Toby的兔子 藍藍底色 所以提醒我們她可能有病 我們之後摸她兔子檢查一下 但完全沒有腫脹 也摸不到有凸起的腫瘤 而且她吃得睡得很精神 呼吸暢順 身手又很敏捷 唯一令我們擔心的就是她 竟然好像之前Coffee那樣 身間中就在這裡震 但Toby整體的情況都依然好過當時的Coffee 所以我們就想著再觀察一下 怎知三星期後 她就突然離開了我們了 如果Toby本身有心臟病或是因為中風走 走得這麼突然 對她來說都是一種福氣來 所以我們雖然很捨不得 但不用見她被病慢慢折磨 都是一件好事來 加上Coffee之前才走了沒多久 我們希望可以帶給大家多些靜能量 所以我們就用輕鬆一點的手法 為Toby的一生做個總結吧 我雖然離開了大家 但是我的一生都過得很精彩的 我是英國一個家庭繁殖出來的 他們很疼我的 一出生就已經照顧得我很好 所以我去到具神貓家做家裡的時候 很快就已經很信任人類的了 我也不想那麼厲害的 不過我的脾氣真是好血 從來都沒有喊過人 不開心就記得叫多聲或者聽開人 而且我什麼都肯吃 看下我多容易服使 雖然我不是很喜歡討論 但是我很喜歡出來在梳化玩 其實媽媽媽媽經常聽我出來玩 都陣營我 不怕又捉我 其實我都是女孩子 來會怕頭的 比起我的朋友 我就沒有她那麼多表情了 因為我不是膽有男性的美女 現在膽默露又喜歡扮金錢 不喜歡抹大個口 不會什麼都好像Coffee 這樣那麼大反應的 我最喜歡的玩具就是這棵聖誕樹 我覺得最可愛的東西就是這個燈 見到就會瘋狂咬的了 另外一隻特別的角色 就是一定要刮到龍橋中一個地方 沒有紫色才會安心的 我這麼可愛又特別 你們不會忘記我了 是不是 好了我要去找Coffee了 希望大家也要繼續見見 我開心心了 開會有期了 Coffee Coffee